这节课咱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文本分析它的一些最基础的概念 首先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文本的数据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块给大家贴了一个图 这个图是咱们之后有一个案例 咱们后续要做一个新闻分类的一个任务 拿到这个数据我就是用Pandas读进来 然后点嗨的一下它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那对于一个文本数据来说它都包含哪部分 首先咱们来看右边右边有个content 这个content它就是一个新闻的主体 这个新闻可能说了当前这个车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其他报道 那这些就是在新闻当中呈现出来的 咱们虽然看出来它是好像来说咱们能读懂它是一句话 或者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那其实在计算机看来它不就是这样一个字符串吗 一大床串的东西拿过来了 那对于我们的一个文本分析来说 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这些一大长串子东西 它里边可能有一些潜在的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需要把它提起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本数据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说就是这块是个主题 主题它是不是文本数据 它是一个文本数据 一个字符串 这个内容也是一个文本数据 只不过说文本数据是有长还有短的 然后这个URL其实也能当成一个文本数据 只不过说它是由英文字母来组成的 它可能是一些网页链接之类的 由一些英文来组成的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说它是一个文本的数据 那其实在我们的文本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用的工具就非常多了 这里只给大家简单的说 一会咱们课上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首先咱们来说第一个事 第一个事叫做一个停用词 停用词是什么意思 停用词就是说 大家在拿到一个文章的时候 可能看这文章的时候 里边我想去找一下 这个文章它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是不是咱们关注的 或者说当咱们在进行一个文本分析的时候 我希望关注的一个点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那主要内容是不是它得呈现出来 它一些特征 或者说有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今天略读了一个军事方面的新闻 那军事方面的新闻 是不是得出现一些战争 得出现坦克飞机大炮 可能这些东西比较多吧 那咱们再换一种词来说 换一种词 比如说今天明天 或者说天气 或者说我你他 那这些词来说 好像跟咱们战争 或者是跟咱们军事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但是呢 它也在咱们军事新闻当中 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吧 但是啊 它虽然出现次数多 但是好像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吧 它体现不出来任何的价值 所以说我们管这些词啊 叫做一个停用词 嗯 在右边就是我拿一个停用词表 随便复制了一些东西 咱们来看 首先呢 左边这一列啊 左边这列是什么 左边这列是一些特殊字符吧 这些特殊字符啊 可能是一些标点符号啊 或者是网页当中啊 存在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啊 我们来想 当我们想进行一个文本分析的时候 它有用吗 好像来说没什么大用吧 因为一个符号能影响一个主体吗 影响不了 所以说啊 我们把它们这些叫做一个停用词 后面呢 我又筛选出来一些啊 都是一个一大头的 因为啊 咱们那个停用词表比较大啊 放不在这个PPT点放不下 所以说我只是啊 解决出来这么一部分 我们来看啊 就是一下一个一些一切一则啊 什么一天 这些东西啊 对我一个文章主体有影响吗 没影响吧 我不说一个 不说一天 还是讲这个军事 那说了也是讲这个军事 根本没什么大用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停用词 停用词的特点啊 是在我们的语料当中 会大量的出现 比如说在中文当中啊 我你我他 然后在英文当中 什么泽啊 啊啊啊呢 这些啊 在语料当中 都出现次数非常多 词频占了很大多数 但是呢 它却没啥大用 没啥大用 咱留这东西啊 有啥用吗 那肯定是没什么东西 就是用不上了 既然用不上 它会对我们进行一个统计分析 起到一个干扰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去掉 通而起完下 咱们都是这么做 就是比如说 你要拿一个中文数据来啊 咱们可以拿一个中文的停用词表 就是关于停用词表啊 就是网上一搜啊 一大片 现在比较流行的 航空大有一个停用词表 然后还有什么词表 可能用比较多的 就是那个航空大停用词表 到时候啊 大家就是直接在百度上 随便一搜啊 就有一堆一堆的停用词表 当咱们讲案例的时候啊 还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 就是啊 也是在网上找的一个 Star Wars 就是这样停用词表 咱们是根据这样一个匹配啊 就是去经验过滤 比如说啊 当前我拿到了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当中啊 有一些特殊字符 还有一些就是 在停用词表中出现了东西 那这些词啊 是不是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去掉了 咱们要进行一个筛选啊 就是把我的文本 就是相当于一个缩减吧 只保留出来啊 它比较不平常的东西 把这些最平常的 这些停用词 我们都要给它进行一个去掉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说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TFIDF 这个TFIDF啊 就是一个词频 还有逆词频的意思 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 咱们先说啊 就是这个TFIDF啊 要做一件什么事 它是要帮咱们啊 做进行一个关键词提取 比如说啊 现在我拿出来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它这个词汇量比较大 那我想就是找出来啊 什么样的词 能够代表这篇文章啊 就是进行一个摘要吧 找出来最能够代表 这篇文章的一个词是什么 那这个词熟 那这件事啊 该怎么办呢 可能啊 大家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 嗯 我能不能找出来一些词 这些词啊 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在当前这篇文章当中 出现的比较高 那是不是它就是 一些比较长期 就是说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词啊 因为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出现次数多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啊 我就认为它比较重要 这是咱们通常的这种想法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吧 首先啊 我拿到了一个 首先就是拿到了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 比如说啊 它叫做一个中国的蜜蜂养殖 然后我想对这篇文章啊 或者是这个新闻 进行一个关键词的提取 那首先啊 我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统计一下它的词频 咱们说的这个TFIDF啊 前面这个词TF啊 就是咱们这个词频的一个缩写 我们统计了一下 在当前这篇文章当中啊 哪些词是出现次数最多的 那一个结果是什么 出现最多的是得 还有是 还有在 这些词啊 出现次数特别多呀 那怎么办啊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这些词什么词啊 它不是停用词吗 停用词啊 为什么会对我进行分析 才能影响啊 这里就体验出来了 因为我在进行词频统计的时候 这些停用词出现太多了 所以说呢 我要给它去掉 先是去停用词 咱们再统计词频 然后啊 就是我去完停用词之后啊 又统计了一遍 发现中国 蜜蜂 养殖 嗯 这三个词啊 出现次数一样多 比如说 它们都出现了30次 那是说明一下什么事啊 我看了一下 哎呀 它们三都是30次 它们词频是一样的 那可能在我认为啊 词频一样 它们重要性就相同吧 中国 蜜蜂 还有养殖 哎呀 它们的作用是相当的 但是 咱们就得回过头来想一想 就是这篇文章是讲什么的 这篇文章啊 肯定是主题是什么 主题肯定是关于这个蜜蜂怎么养 是吧 那关于这个蜜蜂怎么养 好像来说 在这里边啊 中国这个词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相比来说啊 咱们这个蜜蜂啊 还有养殖就不那么常见了 那我希望找出来一个代表词 是常见的呢 还是不常见呢 可能大家第一反应 哎 肯定是常见的啊 因为越常见的 越有代表性嘛 但是啊 这一点啊 在文章当中就恰恰相反了 因为我们想找的是 这篇文章独一无二的 或者说它特有的一些价值吧 你拿出来一个中国词 在任何文章当中 比如说 这篇文章叫中国的蜜蜂养殖 明天啊 我们可以说 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一些美食 中国的一些玩的 很多就是文章啊 都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吧 那中国这个词 它太常见了 不足以概括 咱们这篇文章的一个主题 所以说呢 我们就想 哎呀 这个蜜蜂和养殖 讲道理的话 它们应该是这篇文章主题吧 那怎么办呢 怎么让能够 让这个蜜蜂啊 和养殖成为我的一个主题呢 这个就是咱们的IDF 我们还有个东西 叫做IDF吧 IDF叫做一个 逆文档的一个频率 什么叫逆文档频率啊 就是说 现在啊 咱们还是要进行一个 词评的统计啊 就是说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词比较少见 但是呢 它在这篇文章当中 却出现了很多次 那它呀 就很有可能是这篇文章啊 它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 我们正是我们所需要找的 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咱们来看 就什么养殖啊 蜜蜂啊 在咱们整个的大的语料库 比如说几百条 甚至不是几百条吧 几万条 或者是几亿条的新闻当中 出现蜜蜂啊 和出现养殖的次数非常少 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却出现了这么多次 那是不是这篇文章啊 它的一个核心 就是这个蜜蜂 还有这个养殖啊 所以说呢 我们提出来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逆文档频率 嗯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词频呢 就是TF 还有IDF啊 它分别是怎么算的 这个词频啊 就是说啊 当我们文章当中啊 我们要统计某个词的时候 这个词啊 在文章中出现的一个次数 比上呢 咱们这个文章啊 它的一个总的词汇量是多少 这里啊 关于词频 其实呢 有几种计算方式 嗯 咱们最常见的啊 其实不应该是这种 这个啊 下面写的这个不太好 最常见的就是说 我们是某个词 在文章当中出现次数 比上啊 咱们的一个总的个数 就是说 咱们一个词当中啊 一共有的一个worth啊 是有多少个 就是一个总量 咱们通常就是 不是处理的是 最多出现次数 而是说啊 处理总数 这个是比较多的啊 这块需要改一下 然后呢 这块还有一个 逆文档频率 逆文档频率 有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啊 咱们现在不光看的是 一篇文章了 要看啊 整个语料库当中 所有的一个文档的个数 比如说啊 现在语料库的一个 总的文档个数 在笔上呢 包含呢 咱们该词 出现的一个文档的个数 也就是说啊 我们想看一下 嗯 在整个语料库当中 出现这个词的一个文档 是多还是少呢 我们希望啊 就是说 出现这个词 文档数量越少 我们认为它是越 就是越少见的吧 越少见 我们认为它是越重要的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它是一个落值 落值啊 通常它是以实为底的 然后这个值呢 比如说 咱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语料库的一个总数 是等于 呃 一百一千 一万的吧 然后包含这个词有多少个 包含这个词的 比如说有十个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以实为底 所以说 十的三字方吧 它就是等于一个三值 那这个值啊 就是最终 我们是结果 是由我的一个TF值 再乘上一个IDF来决定的 那是不是说你IDF越大 认为着你的一个重要程度 也越高啊 那咱们来看什么情况下 IDF越高啊 这个时候就是说 当我的一个分母是越大 并且分子越小 也就是说 语料库总数啊 除以啊 包含咱们这个词的文档 个数 这个笔值越大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词啊 越 或者说 带有这个词的这篇文档 越稀有的情况下 这个逆文档频率就会越高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就有了一个词频 还有一个逆文档频率